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26日 周四凌晨,英超继续进行,曼城做客挑战爱华顿 曼城刚刚夺得今年的第五个冠军,球队士气高涨 而且近年来堪称爱华顿的克星,十场对赛蓝月亮赢下九场 由此可见,曼城此班全取三分,不在话下 爱华顿过去两季排在降班区域附近,处境并不安全 到了经济,赛季初段表现依然不佳 前五轮一胜难球,只得一合四负的劣迹 之后还因为财政违规被扣了十分,这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好在到了十月底,爱华顿表现开始回暖 从克场一球小胜维斯贤开始,过去九轮赢下六场 期间有过一波四连胜,排名也回到安全区域 不过上轮对阵近旅热刺,爱华顿未能延续近期的良好势头 最终一比二落败,士气遭受打击 而且泰飞堂经济风险表现不佳 以多米尼卡华特利云领衔的风险进球能力有限 多数都是中场球员,甚至后卫球员入球 经济队内头号得分手,是爱杜拉耶杜哥尼 就足以说明一切 另外,爱华顿近年来多次与曼城交手都无运行 双方过去十四各项赛事交手 前者一胜难球之余,还要输了九场之多 可以说,泰飞堂完全没有任何抗衡蓝月亮的办法 即使金铺主场作战,爱华顿亦难有座位 阵容方面,中场伊迪沙基尔因伤缺陣 曼城是2023年度最成功的球会 上仗决赛四球大胜不明尼斯之后 夺得是冠杯冠军 至此,蓝月亮斩获了今年第五个冠军 成为英格兰首支五贯王,值得称赞 曼城没有太多休整的时间 他们马不停蹄地飞回英格兰继续联赛的征战 不过对于阵容班底深厚的蓝月亮而言 不是什么大问题 有利的是,曼城一众将士近期状态很好 阻力阿艾华里斯、菲尔科顿和贝拿杜施华等球员 都有不俗的发挥 特别是绰号小蜘蛛的阻力阿艾华里斯 这名阿根廷球星屡次建功 他金仗表现值得期待 再者,曼城经济课场战斗力不错 九场赢下五场 其间进攻强劲,军场入两球 此单出征,对阵上轮输球的艾华顿 曼城敲响胜鼓,问题不大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